目前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规定 大麻还是属于二级毒品哦 而使用二级毒品最高是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单纯持有的话最高则是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贩卖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哦 最高是可以处五期徒刑或者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一千五百万元以下的罚金 以刑法第五条的规定 在国外犯了毒品罪回台湾还是一样会受罚的 但是呢在国外单纯吸食以及持有毒品 诶是不处罚的哦 好那为什么大麻会被列为二级毒品 就跟安非达民一样等级的毒品呢